另外关注到了社会焦点的部分 这个现在来关注到了 没想到这整件光电弊案 延伸到现在这个案子 慢慢终于是越来越清晰 整个的脉络了 而背后的这个问题的不法金额 也让大家感到非常的震惊 怎么回事呢 这是前台南市金发局长陈凯玲 之前是因为涉及到了 社交现金还有性招待 被判刑了六年五个月的时间 他目前还是被关押在台南监狱 因为他之前有传出说 自我伤害的情况 在送医之后逢了三针 是没有生命危险 又被送回监狱了 现在今天为什么要重新提到这个案子 是因为在今天 在司法上面的进度 有一个大进展了 整个的光电案现在侦查终结 今天是再度依照的 涉犯贪污制罪条理被起诉了 所以呢更是希望院方可以从众量刑 那这段时间其实经过了一年调查 包含的是我们刚刚讲到前金发局长 陈凯玲在内 另外呢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一个 关键人物也有涉案 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呢 这个立昂集团总裁 也包含在里面 总共呢是有15人 这个不法的金额 你看这个利益已经超过了91亿 这个金额是很惊人的 好这15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包含是共同图立五间公司 违法通过建设案场 还有检方呢保守估算 这样子的一个91亿的金额 所以现在是依照了违反 贪污制罪条例等罪嫌来起诉 那包含的是一些公务机关的人员 现在通通都在里面 那刚刚讲到了 除了呢这个金额很惊人之外 15个人里面 除了这个陈凯玲 除了立昂集团本身 还有哪一个关键人物 我们必须要点出来 就是这个经济部能源署的组长林文信 他要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好我们现在讲说是这个能源署嘛 在案发当时呢 其实是经济部的能源局 好这个太阳光电组的组长 叫做林文信 讲到太阳光电组 好你就知道他过去就是负责这一方面了嘛 名列其中 他设犯了贪污制罪条例 公务员对监督事务图立罪 为什么呢 他过去其实曾经非常的 友善太阳光电的发展环境 所以呢你看到了他还曾经获得什么 行政院的模范公务人员这样子的表扬 那个时候啊还是时任的院长苏贞昌来帮他表扬的哦 结果呢他在侦查的时候可以说是毫无悔意啊 所以这整件案子呢这个调查到现在直接说了 检方希望法院可以从重量刑 这个背后牵涉到底有多深呢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呢 这个台南市议会的国民党团发言人呢 他就特别提到了这个证明什么 光电暗场申请过程当中 中央地方勾结贪污一条心啊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很讽刺啊 本来呢应该要非常公正非常清廉 帮老百姓呢来做很严格的把关跟筛选的 没想到呢却是跟地方勾结 好这整件事情呢也被提出质疑了 刚刚讲到了这个毕竟还有模范公务员在里面呢 还进行到了这样涉滩的一个环节到里面 好我们就看到了包含呢现在是也被炮轰说 奇怪了这个不法徒利利扬的官员是模范公务员 这王美花你可以接受吗 这显然是赤裸裸的打脸 那么刚刚讲到了整起案件呢到现在 整起的起诉了所以呢包含的是 前台南市的金发局长陈凯玲 立洋集团总裁古胜辉等15人 检办认为说这个犯后世词狡辩呢态度不佳 所以希望法院可以从重量刑 本署检察官侦办台南市金发局 陈姓前局长经济不能原署 灵姓公务员太阳光电业者 古姓被告等人共同违反贪污自罪条例等案件 业经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 台南市金发局陈姓前局长 王姓公务员 邱姓公务员 张姓公务员 经济不能原署 灵姓公务员 分别涉犯贪污自罪条例 第六条第一项第四款 公务员对主管监督事务涂地罪嫌 刑法第216条213条 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罪嫌 太阳光电业者部分 古姓被告徐姓被告等10人 均设犯 刑法第31条第一项 贪污自罪条例 第六条第一项第四款 非公务员与公务员共犯徒弟罪嫌 及刑法第216条213条 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罪嫌 陈姓被告虽最终坦任犯刑 为其身为 经发局局长 竟配合不孝光电业者官说 更施压所属同仁 致同仁无从依法公正执行职务 建勤法院从众量刑 令经济不能原署 林姓公务员 台南市经发局 王姓公务员 邱姓公务员 太阳光电业者 古姓被告 徐姓被告 林姓被告 丁姓被告 李姓被告 杜姓被告 朱姓被告等人 共同参与小二甲禁令解套方案 而为徒弟犯刑 致使小二甲禁令 本期待避免农地破碎之制度目的 形同虚设 且犯后均事实狡辩 态度不佳 建议法院均从众量刑 仓促的力能 辉耳加案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 我们认为 赖总统是我们认为 不错的一个总统 他应该要适当地来更改 我们现在的力能 非核家电 特别是地上型 屋顶型重电这种问题 在云加南 事实上造成很大的冲击 现在看得出来 很多时候 看起来不仅是 往这个绿能发展 本来应该是要好事 但没想到 搞了台湾缺电不说 那个背后 还牵扯出来说 遇到了这样子 金发局长 还会有光电弊案的 案子所发生 这整件事情 现在就想办法了 蓝营的部分 就希望说 核电可不可以 核电演绎的部分 进一步来修法 救救台湾的电吧 好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来看到了 国民党团 这个首席副书记长 就特别讲到了 目前已经凝聚共事了 所以核能演绎修法 现在已经列为一个 优先法案 很重要 一定要提上日程 而且讲得好像 我们就是绿能 走在世界的很前面 但实际上是什么呢 因为刘雪婷就说了 他说国际对于核能的态度 早就已经转为开放了 台湾当前能源政策 跟全球背道而驰嘛 说的好像我们 很进步走在很前面 你要不要看一看 最前面的人 深圳是哪些国家领先呢 好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来看到了 民进党的立委党团 干事长呢 他就说了 他说 吴思耀就说了 希望在野党呢 可以用专业来对话 不要以政治凌驾专业 核电研议 需要在社会共事 核能安全无语之下 再来讨论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蓝绿两边的看法不一样 但是老百姓 大家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大家更希望是什么 有电可用 安全的电 然后呢 而不是呢 除了用爱发电 然后呢 接下来可能要用费发电 好我们就来看到了 那我们的经济部长呢 好王美花接下来 哇要华丽转身了 我们就来看到了 他接下来呢 是即将要转任台新金控 以及台新银行的独立董事 哇这个延续传统的说法 就是说呢 这个卸任从前一个位置过来 直接过来 好现在呢 他怎么样 讲到说他的绿能 到底你该负的责任 台湾的电力问题 能源问题 你到底解决了没 他怎么样 喊说真的是吃尽苦头啊 好像呢 在绿能方面呢 真的是拼尽全力 不过呢 接下来 哇他只要担任独董 薪酬是超过 1500万的 被觉得说 跟他就好康耶 对不对 好不过在这个部分 台新金就回应说呢 独董人选名单 下个星期四 才会审议 台新金呢 目前是还不能对 独董的人选来表达看法 那么台新金的主管 机关是金管会 不是国防部 所以呢如果要用这个利益回避 来党王美花出任 台新金的独立董事的话 会很奇怪 他说这个把利益 关系的人的范围 放得太大了 好为什么特别讲这个点呢 因为大家就会看一看嘛 他跟孤立雄的关系嘛 好所以许小星就说了 孤立雄是国防部长 台新银行则是跟国防部 缔约第一家服务国军新转的民营银行 夫妻不用利益回避吗 台新金呢 虽然说现在名单还不能公布 可是呢却点出来说 这个主管机关呢 是金管会不是国防部 看起来是不是呢 也是先先浅浅的预告一下呢 好这个部分当然是要等 下个星期四 好更明确的答案出来了 好不过在这一部分呢 许小星的质疑也不是没有道理 好我们来看到时事评论员黄洋明就说了 台新金啊 过去曾经找王志刚跟林毅夫啊 两名前经济部长担任独董 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卸任多年后才任职 王美花有适合出任吗 这个讲的是什么 这个讲的不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是否延续传统 过去好像经济部长 就会来当这个台新金控台新银行的独立董事 但事实上呢被点出来了 人家都是隔了多年才来上任 而不是像这样子 大喇喇就直接走马上任的 当然台新银目前是否认 他说名单还没有出炉 那另外呢我们也来看到了 立委王衡威也质疑了 他说顾立雄呢在国安会秘书长任内 美国对台的军售增加了四倍 未来的国防方针 到底是中华民国的国防 还是美国的国防呢 现在新政府还没上任呢 传出了这个经济部长王美花 会受这个台新金控邀请担任 独董年薪上看1500万 而刚刚提到了一个很关键 就是他的先生顾立雄呢 过去担任过金管会的主委啊 掌管了金控生死啊 这两个人的身份 真的是特别敏感 如果今天国防部 他可能未来有些什么样的业务 然后跟台新金控 如果有任何的金融往来 请问一下王美花要站在国防部这边 还是站在台新金控这边 请问一下他们在这个晚上呢 这个在床头这个私语的时候 请问一下他又会提供什么样的讯息 当初马英九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 周美清他担任的是 照风金控的法务处处长 我们讲真心话 合理的来说他是从基层做起的 ICBC的法务部门一路做到后来 那么并了ICBC然后一起合并了之后呢 成为照风金控他担任法务处长 这背后的每一寸路都跟马英九无关 都是他自己的努力 可是即便是如此 我比如说当年我都主张他要辞 因为你终究会碰到 在处理照风金控的问题上面 那么处理的重了 处理的轻了都不对 那与其这种尴尬的场面 其实以他们的连结自首 何必要去有这样子的花田理下 如果当年那么牵扯的 很牵扯的情况之下 都希望周美清不要继续担任那个职位 周美清也就辞了 马英九是一人就业全家失业 现在我们的情况真的是刚好完全相反 就是鸡犬升天 只要你一个人能够担任要职 所有的这一些民间企业 通通都来巴结你 这思可忍 殊不可忍 然后王美花居然还好意思 然后去跟大家讲说 我们其实是要避免说 我们大家一起在内阁里头 你如果真的那么要脸皮的话 就不要去接民间财团的独立董事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